報告院會 現在對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報告 繼續質詢 今天進行立法委員個人質詢 內政組織巡答 本日會議未有部會首長請假 現在請孔委員文集質詢 巡答時間為15分鐘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安 各位請李院長 請李院長 空委員好 李院長 您好 您上任之後 這個我們最近可以說是風災連連 這個我們國家是處於一個風雨交加的狀態 最近好多颱風過來 那嚴重影響我們原住民的災情 那這個部分等一下我會再談 但是對兩岸對國際關係 你有沒有什麼建樹沒有 有沒有什麼建樹 特別是在兩岸方面大陸政策 兩岸的這個關係的改善是我們希望能夠看到的 當然是這個改善一定是建立在一個雙方彼此的善意互動的基礎上 好 那麼這個目前呢我們確實是盡可能的去希望能夠在現狀基礎下向對岸去釋出善意 不過呢 如果這個善意是單方面的話 當然是沒有辦法去看到有明顯的改善 幾乎是沒有什麼建設 你看 五二零之後啊 蔡英文總統他是認同有這個九二事實 就是九二會談的事實 但是沒有他沒有說明是九二共識 所以五二零之後兩岸關係可以說是處於冰凍的 終止的狀態 毫無進展 也沒有任何的建樹 你知道我們在國民黨時期啊 九二共識 馬英九總統在九十七年五二零上任之後 他第一次會談是在九十七年的六月十三號 剛上任不到一個多月就簽署了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的紀要 還有另外一個是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 包機直行 兩岸總共開了十一次的高層會談 簽署了二十三項協議 剛上任一個多月就簽署了兩項協議 那你 林院長 衛委會主委 你們上任多久了 有沒有簽署任何協議啊 目前我們沒有任何的協議 沒有簽署任何協議嘛 那問題在哪裡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張主委來說明好嗎 那個張主委你說明一下問題在哪裡 好 謝謝委員對於兩岸事務的關心 我想所有台灣的民眾 我們都希望兩岸關係是要和平穩定的 那麼最關鍵的因素當然就是出在今年的1月16號選舉的結果 新的政府上任了 那麼政府的政策是要依據最新的民意 最新的民意也就是總統在就職演講裡面所說的 維持現狀和平穩定 那麼我們也持續的希望能夠溝通跟對話 但是溝通對話不能夠設置政治的前提 現在的問題就是出在了對岸 北京它提出了一個政治前提 那麼這部分我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不過另外一方面我們還是持續的堅持就是維持現狀這樣的一個承諾 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我們也持續的呼籲中國大陸要面對 就是說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政黨輪替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一個現象 那你認為不要設這個前提嗎 但是我們現在這樣的一個政策 大陸的一個政策 9.240不是9.2共識 5.20之後呢 台灣要以觀察員的身份 安以國際民航組織 ICL及聯合國氣候變化 綱要公約等國際組織活動遭到拒絕 未來11月份舉辦的國際刑警組織 及APEC經濟領袖會議等國際會議 那我們台灣的外交處境啊 可以說是非常的我們是非常的有理 特別是昨天親民黨的主席宋楚毅召開記者會 因為蔡英文總統指派他代表我們中華民國參加11月在秘魯即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宋楚毅說出席APEC若沒有被接受的話呢 那宋楚毅他講他說兩岸還能和平發展嗎 本席師認為啊這個問題不是出在宋楚毅 而是出在蔡英文 陸委會主委你有什麼看法沒有 兩岸的問題本來就是非常的錯綜複雜 因為在比例上就是說我們所謂的 其實要來處理兩岸問題的話一定是要用智慧要有耐心還要有誠意 而且這個不是單方面能夠解決的必須要雙方面都要有這樣的一個理解 那我想請問張主委 你上任之後到現在 你認為你對大陸政策最大的一個建樹是什麼 有沒有 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從來沒有改變現狀 我們也持續的釋出誠意跟善意 只有釋出誠意跟善意嘛 沒有任何建樹嘛 沒有簽訂任何協議嘛 所以我在這邊建議林院長有一個解套的辦法 再過三天就是國慶 建議林院長是不是可以建議蔡英文總統 在國慶演說的時候 是否能夠在國慶演說這個機會呢 來正式宣佈九二共識 可以不可以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尊重現在總統所提出來的這個主張和說法 這個在他的就職當時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我只是說你跟總統建議嘛 你分析一下目前的一個狀態 我們參與國際組織遭到拒絕 我剛才那個張主委也提到了 就我們不希望有任何的政治前提 來作為一個兩岸交流的一個框架 這個部分並不符合現在國內的大多數人民的期待 但是全民也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這樣的一個事實 就兩岸幾乎是停滯在終止的狀態 到目前為止 雙方都能夠有一定的諒解 和在現有的紀錄下能夠去 主委 你跟國裁辦還是用LINE來交流嗎 我們中國大陸並沒有所謂的LINE 那麼當然過去所謂的相關的溝通是透過一些 你這個LINE交流是有讀不回 有些就是說並不是像過去這麼樣的順暢 那我們還是陸委會幹嘛 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之下陸委會的設置更加的重要 那麼一方面當然要避免誤會誤解跟誤判 主委你的問題 溝通 你看那個912的時候多少的旅行涉業者站出來 現在大陸觀光客 塞子陸委會的副主委在立法院說明 陸客的總體入境比去年同期相比 是整體減少了27% 團客的部分減少了45% 自由行部分1.4% 這個要去解決 很多很多我們旅行涉業者 餐廳旅館幾乎都面臨倒閉的狀態 所以這個不是只有交通部的問題 也是陸委會的問題 是 這個問題我們也非常的重視 事實上院長也主持過好幾次的會議 很多跨部會的會議 針對來觀光客的問題 我們都有短中長期的規劃 一方面歡迎陸客 我們也覺得我們的觀光 到了一個轉型的一個階段 那麼當然過程呢是需要時間 大陸政策不要空口說白話 要拿出一個集體的行動嘛 好不好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嚴明慧 8月1號蔡英文總統 以國家嚴守的身份 正式向嚴守民族道歉 我仔細地交代我的助理 在她的一個 我是認為是很有誠意的一個 道歉的一個致詞裡面 那我整理出來 有幾個 蔡英文總統宣誓的 總統府設置 嚴守民族歷史爭議 轉型爭議委員會 蔡英文總統說她以國家嚴守的身份 親自擔任召集員 以後每年的8月1日 行政院都要向全國人民報告 嚴守民族的歷史爭議 及轉型爭議的進度 這個部分我要請林全院長要記得 這是道歉的時候 我們辦公室整理出來的 第二個 蔡英文總統簽示 行政院定期召開 嚴守民族基本法推論委員會 那這個會不會跟現在的總統府的 嚴守民出境轉型爭議的 這樣一個委員會 制度上會不會有跌床家屋 主委 一將主委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跟委員報告 我想這不會有跌床家屋的線上 因為這個委員會 總統府這個委員會 主要是總統 就嚴守民族政策的大正方針做一個討論 那行政院這個推動會的部分 就嚴基法的執法的落實 來做一個立法這個工作 先把蔡英文總統的這個道歉致詞 我希望林全院長 這個是可以說是第一個 我們國家嚴守正式向嚴守民道歉 但是還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為什麼總統要跟嚴守民道歉 那我們希望這個道歉裡面 有一些是具體的承諾 那這些呢 都是蔡英文總統他道歉的一個承諾 對嚴守民的承諾 然後還有建立具有嚴守民 傳統文化敏感度的 嚴守民族法律服務中心 再來就是狩獵 本席最關心的 嚴守民族基於傳統習俗 非營利需要狩獵非保育類動物 而遭受刑事起訴或判刑的案例 針對這些案例 蔡英文總統說 我們來研議解決的方案 這個部分我要在這邊 表示一個沉重的一個遺憾 就是本席在立法院 推了一個野生動物保育法的修正 就是針對非營利的 這些我們原住民的打獵 不被判刑 在經濟委員會已經一讀修正通過了 搞到最後 搞到最後東保團體呢 找了民進黨的委員 要拉下來黨團協商 到現在還在那裡 本席提出這個法案 就是來呼應 來保障 原住民獵人的權益 為什麼在我們自由民主的國家 原住民打獵還要遭受判刑 還要罰錢的 這是相當不可不可思議的 因為東保團體的壓力 民進黨硬是把我這個法案 拉下來黨團協商 經濟委員會已經一讀通過了 那我要請問內政部 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有沒有任何的進度 槍炮彈藥刀卸管制條例 嚴重我們用知識獵槍 我們還要受罰嗎 跟委員說明 槍炮彈藥 但卸管制條例的修正草案 已經送到立法院了 然後未來希望能夠在朝野 共同努力之下 能夠盡速完成立法 部長 你真的要拿出魄力 你是內政部的部長 要怎麼樣去呼應 我們蔡總統這樣答覆的 對原住民的獵人的一個保障 所以我覺得 我們作為一個政務首長 要真的要集民所及苦民所苦 我們原住民獵人打獵 打到一隻三槍還要罰錢 還要罰錢 那我們原住民族基本法 野生動物保育法 都是准許我們可以上山打獵 一定的季節 一定的數量 一定的種類 為了傳統技術 是要非販賣的 非盈利的 這個是准許的 所以我是希望我們真的是要做到 還有一個是針對核廢料的部分 蔡英文總統也講了 提出真相調查報告 在核廢料尚未最終處置之前 給亚美族人適當的補償 要記得 那最後呢 還有再尊重平补族群 我們將會在 這個是蔡英文總統講的 我們將會在9月30號之前 檢討相關的法規 讓平补族身份 得到應有的權利和地位 但是本席師認為 平补族 也是我們台灣的 一個原住民的一個大家庭 但是要怎麼樣去認 身份怎麼去認定 這個是平补族 應該要有一個作業機制 一個SOP 你不能說我是平补族 搞不好是在台灣有多少百萬人以上都平补族 我們要作為一個原住民 都有一個原住民身份認定標準 很嚴格的 到現在為止啊 平地的老婆嫁給原住民的先生 這個平地的老婆還不能取得原住民身份 為什麼 因為牵涉到保留地 牵涉到從政參與政治的權利 所以原住民身份認定標準到現在啊 可以說卡關卡得很嚴 今天我們不能講說我是平补族 我就講說我是平补族就好 到時候有百萬人以上都是平补族 這個可能我們 這個部分我向主委啊 你要去嚴格的去證視 我們做一個原住民 要當一個原住民 都是有一個法律的依據 原住民身份認定標準 那個就是蔡英文總統講 原住民族自治法 原住民族土地海義法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將要送到立法院審議 在11月1號的時候 要開始劃設公告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土地 這個我們辦公室啊 整理出來 這個都是蔡英文總統 對全國原住民 他的一個道歉之外呢 還要做一個具體的 這樣的一個承諾 林權院長 你這方面 你有什麼辦法 要怎麼樣去推動這些承諾 您剛剛所提到的幾個部分 其實我們都有在進行中 包含您剛剛講的 像這個平补族的身份認定的部分 我們也請這個原民會 會跟這個我們的那個 林萬一政委員 正在就這部分 在做一些討論 同時也會徵求各界的意見 那麼至於相關的一些立法的推動 或者是一些委員會的成立的一些籌備的工作 目前都有在進行 那麼所以空議員如果說是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請原委會 就您所關心的這部分 再給您做一個 接下來請黃昭順委員質詢 詢答時間為15分鐘 一起去 bliss ふぅ答養 你會跟你一起去 然後大家抓 una 很快度 這麼 поп人 你會 superior 讓我死吃 替我平的 沒有 因為欣賞 它是了 我真的還是 因為其實你整個的工作是被架空的 你的職權是被架空的 我們行政院已經變成總統府的行政局 你已經變成總統府行政局的執行長 這是我非常難過的一件事 在這裡我要特別提幾件事 也是我要提醒院長 為什麼我們的民調會這麼的低 我想從520開始 我們從沖之鳥交 交不見了 太平島被仲裁 這是事關我們整個中華民國的主權 但是在這兩件事 院長你都沒有拿出 你最高行政首長應該有 而且應該有的破例 從南海仲裁之後 我們看到各國都可以說是 在南海那邊 不管金貝或者筆建設 都在一在地強調一件事 就是強調那是我們的主權 可是從那個時候一直到現在 我想我們不但沒作為 而且是擺爛 嚴重的是 我們把海巡署一百噸的船艦 也撤回來 撤回來了還不打緊 院長 當時馬前總統為了掀示 中華民國的主權 所以登太平島 把所有可以大力跟國際宣傳的 全部都擺在我們整個海巡署的網頁當中 可是院長你知道嗎 現在你們不僅止以把它擺爛 而且悄悄的下架 我在這裡本席要強調的是 院長你們是不是受到美國日本的壓力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這是第一個我要問的 第二個根據我們整個民調的調查當中 海巡署長不用來 你不用起立我要問院長 根據我們整個民調的調查當中 百分之七十幾的民眾 希望我們院長 我們的總統 能夠強而有力的 表達太平島是我們的主權 但是在暑假那段時間 我們只看到內政部長 跟海巡署長 悄悄的去悄悄的回來 連國防部長跟院長都沒有到 我本席要在這裡請教院長 我們如何讓中華民國所有的國民 站出來的時候都能夠大力的說 我們太平島是我們的主權 院長你要不要去宣誓 謝謝黃委員指教 針對您剛剛講的第一個問題 我特別來說明 就是我行政院長並沒有被架空 這個事情是 剛才您剛剛所講的 不用過於擔憂 第二個就是有關這個 我擔憂什麼 有關充資料和太平島的問題 對 為什麼要把那些網頁下架 是你下令的呢 是你下令的呢 還是誰下令的 為什麼要把那些我們對國際 表達那是我們主權的 所有的相關資訊 而且是找來許多國外的媒體 為什麼要把它下架 我一個來說明 就是那個充足了 只有魚權的爭議 沒有主權爭議 為什麼要給它下架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 一直在是有一在的這個聲明 太平島是我們是擁有主權 而且呢 我們這個主權的完整性 是不容易任何人的挑戰 那麼至於您剛剛提到的那個 海巡署的網頁的部分 這個不是我的經管部分 可以由海巡署 給您做書面的說明好不好 不是書面的說明 院長 他一定接受很多的命令 否則不會把它下架 我不認為 我想那個我們找了 許多國外的媒體 我不需要海巡署跟我說明 這是我們國家的問題 這是我們國家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很大力的 讓國際知道 會在海巡署的那個業務報告 我再去問他 因為這不應該做這樣子的一個決定 而且甚至於把艦船都撤掉 海巡署在當時在那邊做的碼頭 現在船艦不准停 這是很可笑的一個行為 我相信船艦 越南 當時有船艦到我們 業界過來的時候 就是海巡署 一百噸的船艦在那邊跟他噴水 今天我們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本席質疑 你們擺難 第一個擺難 第二個你們根本就放棄太平島 這是第一個 沒有這回事情 沒有這回事情 不會 而且我可以在這邊跟您保證 我們海巡署 對於太平島的住房等等的部分 不會減弱 現在連船艦都不能夠在碼頭停靠 這是很可笑的一個行為 所以本席在這裡鄭重在跟院長抗議 我本席要在這裡跟院長 院長 如果你們不能夠在我們的主權上 能夠大力的主張 所以今天報紙講 講說院長馬上要被換 換去當中央銀行的總裁 沒有這回事情 沒有這回事 但是我告訴院長 我們在高雄 我們有很多高雄選帥的立委 他們在外面跑行程 他們極力的想選市長 他們現在對外都怎麼講 你不要以為說 那幾天有一些委員站出來說在支持你 他們都怎麼說 我在這裡讓院長知道 也讓院長黃背 他們說到年底馬上市長就要改選 所以你們民調一定要支持我 我現在是把錄音檔送給你 院長 你就知道這是岌岌可危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告 沒有這個事 我希望沒有這件事 也不用費心在這種事情上 我們還是以我們的政策推動為主 好不好 你說什麼 我們來推動政策 至於這種人事的更替的問題 我想不是 院長我再拿一份報紙給你看 這是昨天自由時報寫的 而且是頭在一個 那麼大的一個版面 吳李培怎麼說 你應該知道吳李培是誰了 他說 李大為心內無台灣 只因為他在立法院打醒什麼 打醒說台灣民意入聯 不可能實現的夢想 結果我們的政務官 是這樣子被報紙 被我們的 也可以說是 這個應該是 立的大佬 是不是 立的大佬 所謂立的大佬 也是總統我秘書長的父親 正式就這樣子批判 所以我今天 我今天要告訴院長的是 院長 第一顆已經倒了 接下來的要怎麼辦 我想外面會會洋洋 我希望院長要撐住 大家講老藍藍要換成老綠藍 我想 坐在那邊有好幾位都被點名 說馬上要下來 包括我們很優秀的內政部長 也都被點名 我們看了以後 我想 院長 我們的業務 如何能夠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 能夠推動 我不願意 好 院長您說 跟王委員特別說明 這個外界的各種對我們的批評 那都是 我想公共政策 都是需要接受批評檢驗 這個不足為 特別把某一個人的講法 當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來看 我想院長 不是某一個人的講法 而且非常大的篇幅 大家都知道 非常大的篇幅 整個人是幾乎都被他們架空了 所以現在有九人小組 所以院長 都是要經過我的同意 院長 從那一天九人小組 然後我們一立一休 在立法院 演得非常的脫序 立法院變總統五的立法局 行政院變總統五的行政局 在樓上協商現在是亂成一團 我跟院長 院長你了解嗎 你們這樣子蠻幹 只有讓你的民調再繼續下滑 這一次你蠻幹的是一立一休 下一次你要蠻幹哪一件 蔡英文總統說 電業法一定要馬上修正通過 不能夠再拖 我要請問院長 我們下一次我們要蠻幹的是哪一個 是電業法嗎 還是 跟黃委員特別說明 不管是電業法 或是現在講的勞基法修改 或是說其他的法案 我們到立法院之後 我們還是希望跟立法院的所有的黨團 和委員都能夠做充分的溝通 這個部分我不會 連質詢連勞動部長都沒有辦法報告 連答詢通通都沒有 這樣你們自稱 你們自稱是一個最會溝通 最會協調的行政院 我覺得很可笑也很可悲 我在這裡要再講 電力工會從南到北 接力走了幾百公里到台北 很清楚地告訴大家 說我們整個電業法的修正 是要圖利財團 而且我們的電價馬上要上漲 我們沒有見到 包括這一次我們立法院開會 連經濟部長都還沒有到我們立法院來報告 請問 這不是黑箱作業 什麼才叫黑箱作業 我跟黃委員特別說明 因為電業法我昨天還在內部開會 去了解經濟部的目前的進度 而且我們要求他 還要再跟外界人再做一些溝通 外界的團結 院長 等到你還沒有溝通完的時候 你可能已經 都不會有這個憂慮 都不會有這個憂慮 當我們這個軍管 那個什麼 滕淮蘭那個位置 我覺得這是很可笑的一個行為 今天 民進黨執政 完全用黑手介入立法院 用黑手介入行政院 整個的組織 包括剛才 統文維委員在 執行的時候 連嚴明會 他都要插手 這是什麼世界 這是什麼世界 所有的全部拉到 搭到總統戶 用九人小組來決定 那我們現在 在這裡是開同樂會 還是開同學會 我不懂 也不了解 為什麼 民進黨執政 會有這麼多的黑箱 會有這麼 這麼多的脫細的行為 我不認為這裡面有任何的黑箱 其實我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可以公開透明 對社會大眾來說明 這個部分 這就是你們的公開透明 再來我要請問 這兩天大家非常擔心 看到報紙 第一個 日本核災所有的農產品 都要進來 第二個 美豬在TIFA 現在在美國談 美方也提出來 但是 從我們520開始 謝長廷就任的時候 他講了一段話 我在這裡提醒院長 他怎麼講呢 他說 如果過去曾經有意外 就永遠不能進口 那這樣子 廣島的食品也不能來 這是他一就任 還沒有就任就講的 為這一次整個核災的農產品 要進來 埋下一個非常大的伏筆 所以這兩天 大家都非常的擔心 因為 無風不起浪 不會 沒有任何的談判 就會有這樣的結果 從去夜 我們就講說 我們 台日要談判一夜 而且包括我們上一次被拘留的船 被扣了幾百萬 要在談判桌上盤 事情已經過了四個月 到今天 一點樣子都沒有 而端出來的菜 是給我們說 日本湖島核災的農產品 要到台灣來 然後美豬要進口 我想台灣人民情何以堪 我在這裡請問 這邊我特別跟黃文元特別說明 有關您剛剛所提到的 那個日本的目前的食品 他們我們目前的管制是 不只是對它的核災區的食品有管制 對非核災區部分 其實也是有一定的管制 那麼這管制的做法 當然就是我們也會隨著時間 本席想知道的是 昨天報紙非常清楚的講 連湖島的農產品都要進來 院長你能跟我保證 那麼多的學者專家 包括日本的醫生 都認為湖島的農產品不可以使用 你能不能在這裡跟我們保證 湖島的農產品 在這段時間至少幾年內 絕對不會在民進黨執政的過程當中 進到我們台灣來 你可以在這裡跟我保證嗎 或者你還是要在忙幹 我可以這樣跟黃文元說明 就是說第一個 就是我們對於這個日本 這個目前的食品 不管是核災區或非核災區 我們都是希望以科學的證據 作為管理的依據 所以你們不排除要開放 是不是 本行嚴正的對您抗議 對於你剛剛所提到的核災區的部分 我相信不管是我們在目前的檢驗 或者未來的這個 你能不能跟我們保證 絕對不會進來 我想院長 為什麼你的民調 我應該這樣跟你講 就是要不要人不能 就是我們現在要說 要不要人不能進來 其實還是要根據一定的 這個科學的評估做進行 所以你們現在已經談了就對了 應該說這些科學評估 所以你們已經談了就對了 你們談到哪一個層級 能不能告訴 在這裡告訴我們的國人 你們談到哪一個層級 沒有所謂談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要做的是評估 我們對於它的 你們已經在評估了嗎 現在評估的層級在什麼地方 目前我們是 我知道就是衛福部 農委會還原人會 那麼都是有 全部都在評估 全部都在評估 所以本席在這裡 還是要對你提出最嚴正的抗議 我 我 這位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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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們 人們 一場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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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黃委員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 我們請司委員藝芳 質詢詢詢詢時間為15分鐘 主席 有請內政部業部長及民建首席署長 來 請葉部長 不過銀建署好像不能上台備詢 那個 司委員好 部長好 本席仔細研讀了院長 在最近的施政方針及聆聽的報告 對於營造的安全家園及推動都市更新等 這些部分本席略有同感 也相當的認同 但是這個部分是屬於內政部跟營建署的業務 那我就把這一次的營造安全家園及推動都市更新的部分 大概做一個報告 就是他這一個在安全住宅的計畫裡面 就是透過興建或報租這些等獎勵的方式 那在8年裡面要興建20萬戶但是只租不賣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是住宅方面 就是把社會的住宅提供給弱勢的比例大概30% 那持續的推動老舊建築物的補強及各項的防災體系 那另外就是在建築的法規裡面 也要強調那個建造 落實施工管理跟建造的部分 然後再下來就是都市更新及那個都市再生的法制 那再下來就是本席要談一下的就是有關於那個微貫 那微貫事件有在今年那本席想要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對於這個921到0206這一段時間 造成了很大的建築物的傷亡事件 那在這個事件不知道部長這件事情還記得嗎 對從921到0206這是這一段 那另外一段就是0206到現在 那委員講的是921到0206之間嗎 那確實因為921所造成的地震 那也有相當多在建築安全上的反省 那不過當時確實也做了一些努力 那立法其實相關的一些立法 包括如何強化建造 那如何視權統一這一邊 那並沒有那麼預期的能夠把制度都能夠完全做好 那本席要請教一下就是從0206了以後 在國內的建築法規方面 有做什麼樣的改善 原來有一些構想要透過修改建築法 主要是透過建築法的修改 這方面的努力 這方面的努力 目前並沒有落地 那但是 這方面的努力 也是我們再來一定要去努力去研議去推動的方向 那但是本席今天要有很沉重的心情 跟那個部長抗議 就是說 從以往迄今 國內的私有建築物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落實前程的建造 我講的是私有建築 也可以就是說 部長跟你跟我住的房子 是沒有經過前程建造的工作 完全暴露在一個 就是危險的環境裡面 那本席想跟部長報告一下 就是這個三級品管制度 這三級品管制度裡面 從這個圖表裡面 從這個圖表裡面 部長你認為 在建築師的定位 他應該定位在哪一個級 建築師的定位應該是在 從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裡面 應該是第一級就要 建築師的位置是在第二級 第一級的部分是屬於施工人員 那我不怪部長 那在國內這幾十年來裡面 這個二級的建築裡面 已經被打亂了 所以幾乎在現有的機制之下 沒有所謂的建築的這個體系 那我會請部長再看一下 那一個建築法第十三條裡面 紅色的部分 就建築物的設計 以建造人為限 就是建築師 那以開業的建築師 所以這個部分沒錯吧 部長 這個是建築法第十三條 五重樓為界的這個分野 那確實是長期以來一直都有爭議的一個問題 今天本席會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在過去的建築物的倒塌 在倒塌的時候追究責任的時候 監造推給施工者或推給業者 那監造的部分是一個模糊的部分 所以今天我才會提到這一個 就是說日後 從今天以後我執行的部長 在建築物的倒塌以後 如果是施工的責任 就應該有一級的施工負責 如果二級的話 就應該由監造的建築師負責 因為監造裡面在建築法裡面 沒有其他的人 我想部長對這個條文的解釋是不是這樣子 那此外 本席也有這一個義務 替全國人民的基礎安全把關 希望今天從部長的回答以後 這個二級的品管的部分能夠落實 因為在雲建署的報告裡面 就是有關於監造的這個部分 是不落實的 這幾十年來是不落實的 所以才會造成一些傷亡的家庭 他在這一方面對於司法的判決是不相信的 這一個部分我希望 那個部長能夠切實的在今天以後把它做好 那此外 我要談到安家固園計畫 在圍貫了以後 它的倒塌造成了大概117個人 罹難 那500多個人的傷亡 那從88年以前 整個那個請造的部分是120萬建 但是在私有的建築有76 那從以往的公共建築物的耐震評估裡面 大概有40%左右的建築物是無法達到這個耐震評估的 那這一個部分大概概算一下 大概有31萬建 那從這一個部分 我要問一下就是說 在未來可能還會發生重大的地震 也可能會有建築物的倒塌 那其實在整個救災裡面 從圍貫裡面 救災是牽涉到國安的安全 如果今天只是一個圍貫 圍貫倒塌了以後 國內動員了好幾千個人在那裡救災 試問 未來如果十棟建築物倒塌的話 這是涉及到國安 我不知道這一方面 部長有什麼樣的看法 確實地震平衡的台灣 圍貫那一個例子給我們很多警惕 但是它只是一個個案 那如果有更多這樣子的 我們當然要去注意 以現在的制度 當然您剛才提到安家雇員這樣一個構想 當時是回應0206圍貫的那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有律定 像第一年就要8萬多棟 但是實質上 因為採取的是一種鼓勵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那怎麼樣去強化 強化他的這個耐症的檢查 有幾種方向 一向就是一個方向 維持既有安家雇員這樣做法 鼓勵性 但是問題是說 有些人還是不願意 因為這牽涉到他的污礦 對外的這個產生 這是一個政策 政策 所以它是相當困難的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說 那我們怎麼再去強化這樣的一個做法 一種做法也許不是完全 以健檢那樣的方式 以耐症檢查的方式 而是針對哪些房子 確實是我們覺得 除了公共建築以外 私有建築 我們確實覺得說 它有危害之餘 那政府怎麼樣主動的介入 那當然還有很多各種方案 我們現在都在思考 那只是說原來 原來的政府 它律定的這個安家雇員計畫 它匡定的是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做法 現在是在這樣推動 但是未來有很多重新檢討 思考的空間 那也一定希望委員能夠 有一些好的意見 讓我們在這階段能夠納入 來解決這個問題 本席重申了 碰到任何的困難重大的計畫 現在是執政黨 所以執政黨必須要去解決 前草的這些無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這個執政團隊 應該要更謹慎的評估 而更謹慎的提出完整的配套 因為前一段時間 就是發次長提出了 買屋前要做見檢的這個事情 我想這是一個脫口而出的 但是未來在政策還沒形成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它沒有顧慮到說 第一個 一個小老百姓 要提出大概從六千年 到上百萬的耐震評估的費用 另外 這個做完了以後 它還沒有顧慮到 後面會有補強的這些問題 也就是說 它還沒有賣房子 就已經要拿出補強的費用 跟耐震評估的費用 這是情以何堪 所以這個部分在未來 政策還沒形成的時候 我想我們的政務官 不應該在外面亂講話 確實是沒有錯 委員所提到了 我們現在是很完整的在研究 各種可能的方案 而且也要考慮到各種 比較 要屬於民眾會比較擔心 但是另外一種也是 從公共安全的角度 要怎麼樣去能夠強化 尤其是建築安全的強化 這幾種思考之下 那怎麼樣能夠提出一個在財務上 也是可行的 那所以其實 我們老屋怎麼樣能夠以後更新 或者是以後有一些也要改建 那怎麼樣能夠活絡這些 其實也是很重要一個思考的部分 一起我們都在整體思考 你要辦理那個耐震評估 必須要跟都市更新的部分的條例 要做一個結合 如果沒有辦法去把都市更新做一個結合 這些老舊的建築物是沒有辦法都市更的 是想一個退休的人員住在一個公寓裡面 他要背負了後面的房貸 他是不願意的 然後他本來住的是30坪的房子 經過都市更以後可能有公共設施的問題 就會變成20幾坪 那另外就是說營造成本的增加也造成的 所以要急速讓這個耐震評估 能夠順利的進行 我想內政部在都更條例的推展要加速 加速這個事 委員非常專業 這方面的整個聯動思考 也就是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要很謹慎 而且也要很完整的一個思考的背景 因為我看到院長已經有提出了都市更新 所以未來內政部要在這個都市更新的部分更加的琢磨 這樣可以嗎 對 謝謝委員 另外就是說本席要提到一個 因為時間有限 我要提到一個土木包工業的議題 這個土木包工業 我想這個問題 那個部長並不知道 現在的那個土木包工業 是在營造業法館沒錯 但是我想您應該不太清楚 就是說因為內政部 雲建署的授錢 所謂對於建築物的高度 建築物的高度 它授錢給直轄市 縣市政府去規劃 縣市政府訂的 對 所以在縣市政府裡面 試想 本席告訴你一個數字 現在在新竹市 它的建築物高度 要可以到達18公尺 18公尺就是五層樓的建築物 也就是說 只要有一個土木包工業的護工 負責人 它一路自己去蓋 也不用工程師 也不用品管師 也不用安慰師 就是一個負責人 這樣就可以了 以後 如果部長 你要蓋公益 要蓋個透天錯 土木包工業 這個危險的建築物就在你家 這個部分齁 這個部分在我徵行很多次的 那個雲建署的部分 都沒有辦法解決 它總是回答說 這個部分已經授錢 各縣市政府去處理的 部長 這一個部分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銀建署的這個回答 基本上是現狀 確實是沒有錯 這是在制度的安排上 這些的規定 由地方政府自行去律定 有些是要求比較高 像台北市要求就比較高 不過我們看這一類的問題 當然從個別縣市 也許會看出哪些地方 也許就不是很適合 但是從制度的角度去看 我們還是要尊重地方 你要了解18公尺 18公尺 是五層樓 以後它只要蓋五層樓的工藝 都不用工程師 只要一個土木包工業的負責人就可以了 你要去思考這個問題 不是受減的問題 你讓專業無視安全 讓專業退位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對 所以我剛才講說 一般我們現在理解 制度面的掌握是這樣 那就是說尊重地方政府各自的決定 但是我們也要看 是不是有過度偏頗的情形 那這從中央政府的角度 還是要從這個角度去注意的 但是那個基調還是說 我們不會把它全部拿來 變成是中央統一來定 因為你這樣的情形的話 會造成整個營造業的安全的大亂 建築物安全沒辦法確保 你知道嗎 那再下來就是說 這我們來注意一下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就是 就是有關於那個營造業的管理 因為本期建議就是說 現在目前的營造業總共有 甲魚餅跟專業營造業跟土木包工業 那未來是不是有可能 把土木包工業 變成丁級的營造 因為這樣的管理是一個 綜合式的管理 怎麼會有一個土木包工業的這種亂象產生 那讓各縣市政府飽受的壓力 然後才去訂出那個不合理的高度 這可以嗎 這可以嗎 委員 委員你的意 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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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本期還是要跟你表示肯定跟感謝 第一個在你上任之後 本期跟你多次討論 離島的醫療後送直升機的這個事情上面 坦白講 非常感謝院長 在這個事情上很理性的來看待 也給予離島的鄉親最大的一個支持 那院長您知道目前的進度大概到什麼情況嗎 我知道目前是對那個相關的這個 就是它已經有一個招標但有點時間的落差 所以它需要現在要讓空襲總隊 還是要把這個 這個中間這段過測時間要能夠補起來 好像是在做這個地步 沒有問題 我想基本上政策方向已經定了 那事情也是在軌道上一直在追蹤 所以本期在這邊再一次的感謝院長 因為這畢竟是多年以來離島鄉親的痛 希望能夠在院長的手上能夠看到一個 我們一定會把它做起來 而且希望能夠服務 能夠有一個穩定可靠的服務 好 這個事情除了這個事情感謝院長之外 也謝謝院長在上次墨蘭地的第二天 就到金門去看災 坦白講就像本期常說的 作為行政院長或者是主要的領導人 到災區去 其實事實上是對災區的居民 它是產生一種心理安定的作用 同時對資源的分配也會比較有效 那金門縣政府也提出了很多 這次受損的狀況 有送到我們各部會去 那我也希望院長能夠 對這個事情多關心一下 對於離島這一次風災所受損的部分 盡量能夠在能力範圍內給予補助 這個本系也要在這邊拜託院長 好的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也一定會 盡可能的從寬從塑來處理 好 謝謝院長 但是 院長 感謝跟肯定有 但是該批評的還是要 這一個我想 其實本系來自金門 所以金門在兩岸之間 其實一直都是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 同時我們金門鄉親對兩岸的很多政策 也是非常的關心 所以就兩岸的部分 有些本系想要救教於院長的部分 這兩天大概最夯的新聞就是我們看到了 那個宋主席代表台灣要去參加APEC 對不對 11月即將在秘魯舉行的這個亞太經合會 關於人險的問題 院長您事先知道嗎 總統有曾經跟我提到過這個事情 不過那時候還沒有定案 還沒有定案 因為按照宋主席自己的說法 是在八月中旬邀請入府會談 那一直到最近他才答應 那您知道 您感覺這個最大的轉折點 從考慮那麼久到答應 你覺得他主要的concent是什麼 這個事情因為是總統的權責 所以我沒有多問 不過我相信總統在考量這個事情的時候 應該是有適當的判斷 而且認為是 宋主席是一個很不錯的人選 可以來代表 我覺得總統還算滿有啞亮的 為什麼你知道嗎 來 我們來看看我第一個 第一個 這個在今年1月的時候 宋主席曾經說過 小英總統的兩岸政策 神仙也救不了 神仙也救不了 所以我說 小英總統還算滿有啞亮的 很明顯 宋主席跟他的這一個 兩岸政策的想法是南緣北側 當然宋主席又表達了 個人的想法是個人的 他有分寸 但是 這樣子南緣北側的一個想法 我們派他去參加APEC 代表台灣去 那你有沒有把握到時候他講的是個人的 還是政府的立場 我想他去那邊總統應該會跟他就這個部分 應該有一些適當的溝通和這個說明 所以小英總統在這個事情上不僅有啞亮 還有充分的信任是嗎 這個部分我無權代表總統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談話 但是我相信他們會有一個溝通和 幕僚單位呢 我們陸委會 如果說萬一 當然啦 這樣看起來蔡總統是充分的信任 那你們幕僚單位評估也是覺得非常有把握 他不會有個人立場 只會有政治 就是政府的立場是嗎 我相信總統跟宋先生之間一定是會有這個很好的一個信任 那麼如果會做一個幕僚單位 在宋先生出發之前我們會提供相關的資料 包括政府的政策 目前兩岸關係的現狀 我知道你們都會提供 我是說你們很有把握 他講的一定都是跟政府的方向一致嗎 我們當然相信是這樣子的 好 希望你們的相信是可行的 那個宋先生的事我就不多說了啦 因為既然你們選擇了這樣的一個 但是我實在是不知道你們是希望達成什麼樣的目的 或者是希望傳遞什麼樣的訊息 所以即便是完全不認同小英總統的兩岸政策 即便是認為說小英總統的兩岸政策 他依舊可以代表小英總統去參加這樣的一個場合 我覺得除了雅亮信任你們還有很大的勇氣啊 那接下來呢我想要說一下 院長您知道過去八年啊 馬政府的兩岸政策 主委沒關係我今天大概都兩岸為主 你可以幫忙沒有關係 大概是以什麼基調為主 你說過去八年馬政府的兩岸政策 馬前總統的政策是不是 馬前總統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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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看了 你不要看這張圖會被誤導 這個我同仁跳得太快了 這個我同仁跳得太快了 就三步嘛 對不對 什麼 不統不獨不武嘛 對不對 如果沒有關係你可以講 他講的 不是講現象 講過去你講沒有問題 不用擔心 他不得他 我因為我對他的政策 因為那時候不在政府機關 不是百分之瞭解 不過我知道他強調的就是 應該是九二共識嘛 對 過去的基調大概就是在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政治基礎下 不同不獨不武的一個現狀 那在中華民國的憲政架構下 那過去台海也堪稱是60多年來最和平穩定的階段 也簽署了23項的協議 我想我们不是说今天在这里要讲什么 有一些不错的 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好的进展 我们还是可以肯定 不过我知道主委你不敢讲 我每次在问你的时候 只要讲到过去你都一个字都不敢讲 有些时候讲没有关系 讲过去不代表现在做得不好 谢谢委员 其实我们对于过去就是从1992年到现在 两岸因为互动交流说 没有关系 主委 本席的时间很有限 你就不要再背这些东西了 我只是要提醒你 很多时候本席在问你有关过去八年两岸的状态 你不要怕到一句话都不敢讲 因为讲过去不表示否定现在 很多时候正式过去才能够策望未来 这应该没有错吧 院长 鼓励他一下 过去正式过去所有的历史事实 对啦 鼓励一下主委 不要每次问的时候 只要碰到过去一句都不敢讲 但是呢 过去是这三个原则 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政府是三臂 然后同时也是三部 三臂是哪三臂啊 比如说福茂啊 陆配的身份证这些事情 六改四啊 纳路建保啊 这些事情 只要碰到大陆就一定返 叫逢中必返 什么叫逢西必转 只要往西走 讲到大陆 这个时候不管是两千年还是现在 南边就跑出来了 只要碰到西 南就跑出来了 这叫逢西必转 什么叫逢九二共识必散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我们海基会董事长田先生讲的那四个字 那四个字 我觉得你的副主委 那天在委员会讲得还比较好 你可以讲你怕什么 讲了又不表示支持 对不对 连九二共识这四个字都不敢讲 你不觉得一笑大方吗 还要用那四个字来代替 所以第一个啊 第一个三啊 是逢 是三臂啊 逢中必返 逢西必转 逢九二共识必散 第二个三是什么 所以杨委员我觉得好像 因这样解读好像是太错误了 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了 我们还是很理性的去分析 这个院长啊 我希望 你讲的是对的 但是你要告诉你的伙伴们 告诉你的阁员们 该讲的时候就大方的讲 不要闪闪躲躲 如果今天本席真的有错误 也是有很多的 这个接触当中累积出来的印象 我在这边可不可以重申一下 第一个我们很希望跟对岸 有一个善意的互动 我们不会说是逢中必反 那么当然就是两岸之间有很多的矛盾 和一些还有一些不能理清的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问题 但我们希望透过互动呢 互相谅解才能够有更进一步往前推动 没有问题啦 至于逢西必转更不可能 其实本席就是要呼吁院长 以您的高度啊 真的要让台湾社会的氛围调整一下 就算你没有逢中必反 可是有很多人是这样 我想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我们去仇事或亲事都不是好事 好不好 我觉得两岸都有各自 当然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态度啦 但是我们希望站在一个稳健 而且是能够健康的态度上去看两岸问题 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本席要说的三是三步 也是三步哦 但是人家是不同不独不武 我们的三步是什么 来看一下 叫做不懂不服不努 两岸关系其实有很多秘密 那对两岸关系的掌握跟了解 太少了 那民进党跟大陆的接触 相对也没有那么多 对两岸政策也是一知半解 当然你们有很多的研究 但是我必须坦白的讲 对于他实际的状况未必了解 这个是我说的不懂 第二个叫不服 对过去八年嘛 政府在两岸上做出的成绩 你们呢不服气 但是又想不出对策 很多时候肯定过去 面对过去不表示否定现在 我一直强调这一件事 第三叫不努 两岸关系呢 现在我们的 其实所做的努力还很少 每次在被问到的时候 都是被动的讲 被动的讲就是那一些 待会我还会讲一下我们组委讲的 所以一样是三步 但是从不同 不独 不武 变成了不懂 不服 不努 这个上面是有很多要努力的空间 这个部分我是不是也来做个说明好吗 就是第一个 我觉得您刚刚讲的这个 马前总统所讲的不同 不独 这个部分应该是陈建总统在的时候 就已经提到类似的这种说法嘛 所以并不说是代表 这个部分就是过去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特色啦 但是呢我们当然了解 就是两岸之间呢 过去的八年来 确实在某些关系上是有很多改善 但这种改善呢 我们是希望建立在一个 不要有一个特定的政治框架上 这个双方应该对准尊严 那么只是后来这个 九二公司里面所提到的 变成一个一中原则之后 国人有很多的疑虑嘛 那我们也是根据这样子 我们希望能够对岸 跟我们之间的这个讨论呢 在两岸关系上改善上 能够有一个比较更没有 其实啊院长 本席提这一些其实都是希望 我们在两岸关系 不能陷入现在的僵局 不管你的做法是什么 但是一定要有做法 不管你的策略是什么 但是一定要有个方向 其实也不是说现在没有做法 现在做法就希望能够 建立在我们的建议 院长你不要急 院长你不要急 我为什么这样讲 主委 大陆的十一长假 那我们也面临的路客来比较少 当然我们也一直重申 欢迎各地来的观光客 什么都有嘛 对不对 但是我记得您在一个场合上面 当人家问到你说 大陆观光客减少的问题 你回答说 生命会自己找到出口是吗 是的 这个是努力吗 那如果这样要行政官员干什么 哪个产业不好就跟他讲 生命自己会找到出口 作为一个主管政策部门的主管 院长您同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吗 政府非常的努力 我是在问院长 院长您同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吗 我想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产业 都能够跟在政府给他一定的环境下 能够让他能够 是嘛 政府要给他一些环境一些引导嘛 那你能够跟他讲说 生命会自己找到出口吗 这样子百姓不会觉得 那我要你政府干什么 那这样子叫做有努力吗 在转型的过程当中 是会碰到困难挑战的 这个是对于产业 会碰到困难挑战 叫他们自己找出口是不是 我想这样主意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啦 就是说我们因为整个大环境在改变嘛 虽然政府在做一些努力 但是他们也会自己 院长你觉得我觉得你好辛苦啊 发言人的话你要帮他解释 主委的话你要帮他解释 那个是外界刻意的扭曲 一种错误的解读 没有关系外界刻意的扭曲 之前我每次问你 你都说是媒体错误的报道 那我们每次都找出媒体的报道 你都说那是媒体乱讲 没有关系 这一次呢也是媒体扭曲 这个你在上面讲到 生命会找到出口是媒体扭曲 没有问题 外界的扭曲 其实你知道这句话是出自哪里你知道吗 请委员指教 你有没有看过侏罗居公园 里面最经典的一句台词就是 生命会找到出口 之前本席只是说您是跳针主委 您千万不要变成恐龙主委 让生命自己找到出口 院长 如果单一格员是恐龙还没关系 千万不要变恐龙内阁 这样子会跟百姓的期待落差很大 我们一定会站在 谢谢杨委员指教 我们一定会站在这个 人民的这个最大利益上 没有关系 那个院长 最后一件事 那个我看到我们海基会又说了 两岸政策在大方向一些努力 还没有具体的办法 结果海基会说 要用开通微博来跟大陆沟通 我来看最后一张就好了 简单 因为时间的关系 你知道微博上面注册的时候 你要先选你是台湾地区 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公文已经签到陆委会了 主委你们会批还是不批 他这个做法 当然这是不可能批准的 会批还不批 不可能批准的 不可能批准哦 因为他是 就是说我们会坚持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主委 不可能批准 所以有关海基会 今天上天上陆委会 要开一个微博 我们是北京的委员 好不好 好 最后 再三分二秒 跟院长提醒一下 这个联盘报告上面有一些 陆委会表示 对我们的自立心血 我要不欢迎 是不欢迎 我要跟陆院长 真的 说为合约的一部分 或者是内阁的一部分 两大真的要跟我们批准的 我们刚才给大家知道 背后的主题是什么 但是 你这样子 拿来帮我们的 公开大家的不欢迎 但是会有这次性的采购 你欢迎吗 有这次性的应该 那时候给你欢迎吗 就是你也不是 你也算是要观光啊 谁都带有这次性 但是你有必要是这样的 这样子事实上 你接下来这次性的采购 对不对 还有这次性的活动 哪一样要带这次性 那你能够讲说 采购如果带有这次性 可以直接做吗 好 好 谢谢我们 杨委员 谢谢林院长 好 好 杨委员谢谢 谢谢 下一位我们请中委员嘉宾 执行審打时间 15分钟 主席 院长及列席的首长 与会的先进 在座的工作同仁和媒体系的女士先生 那么有请我们院长跟业部长 請林院長 葉部長 院長辛苦了 眾委員好 沒問題 謝謝 院長 能不能請你用一句話來總結新南向政策主要的精神跟重點 我想我們新南向政策的目的是希望能夠跟東南亞這些國家 或是我們看到的南太平洋這些國家 都能夠維持一個人員和經濟的交流關係 促成一個雙方互贏互惠的一個基礎 好 謝謝院長 你的一句話很長 那麼我看到的總統府的新南向政策重點就是以人為本 那這個人為本就包含了人口的移動跟人才的交流 我想這是我們新南向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 那我再請教你一下 你有沒有聽過生不如死 你知道台灣即將要生不如死你知道嗎 我想您剛剛提的應該是說出生率偏低 那麼造成的這個人口會減少的這個現象 沒有錯 我們從這個圖可以看到 在民國70年的時候台灣的出生率還將近25% 到了現在104年的時候已經要進行死亡交叉 所以在109年的時候 109年的時候我們台灣就正式的賣入了出生率 不如死亡率的死亡交叉 我們人口就是近的負成長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在國家過去的發展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些重大的政策 我請你看一下 在民國57年的時候我們實施9年國教 台灣當時的人口中位數是將近18歲 戰後的嬰兒潮的嬰兒團塊世代 剛好是8到18歲 是正在需要受國民教育的階段 到了全民健保實施的時候 民國84年的時候 我們人口中位數是30歲 戰後嬰兒潮的年齡呢 剛好就是進入了中年 所以剛好需要 這個勞動力它需要一個醫療的保健 到了我們民國97年的時候 要推10年長照的時候 我們看到戰後嬰兒潮 剛好進入他的父母已經要老化 他本身還在壯年 但是他父母已經老化 養老的階段 所以政府那時候開始在構思10年長照 到了今年 明年106年 長照法要實施的時候 我們人口中位數已經是40歲了 我們的戰後嬰兒潮呢 要正數地賣入退休的狀況 院長 我要說的就是說 其實過去我們政府因應人口結構的變化 制定了重大政策 包括了9年國教 包括了全民健保 包括了10年長照 包括了長照法 這都是因應著當年的嬰兒潮 可能也就是您所代表的嬰兒潮 我們所制定的重政 那我再請教一下 你知道什麼是人口紅利嗎 如果紅利應該是指的是說 如果說它是一個金字塔基礎的話 那麼年輕人口上來的話 那麼它因為有比較多年輕人可以去撫養比較少的老年人的話 那麼這個所看來的一個利益 那個答案也寫出來了 我們15到64歲的人民稱為勞動人口 在國家勞動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如果是趨於上升的 就是稱為人口紅利 我們看到從民國60年代到現在103年來講 我們人口紅利已經趨於成緩 成長已經趨於平緩了 台灣已經沒有人口紅利可期了 但是我們看一看我們鄰近的國家 在目前的菲律賓 它的人口中位數是23歲 換言之它相當於70年代的台灣 那時候台灣的出生率也將近20% 越南目前的人口中位數將近於30歲 相當於85年 民國85年的台灣 85年的台灣人口出生率還有15% 我們現在的日本看到的它是人口中位數是46.5歲 台灣在10年就跟日本一樣的老化 你知道現在日本的人口出生率是多少嗎 台灣非常的低 已經跟日本追齊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推動新南向政策 我們去問說 我們要到底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基本上我們對於我在教育部 教育委會質詢的時候 我就請他們釐清 到底新南向政策希望我們的教育去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結論大概有三種 第一個為本國所用的人才 第二個是為他國所用的人才 第三個是為他國的本國人所用的人才 其實目前我們的新南向政策主要是專注在第二類 就是在他國為本國人所用 他國的本國人是什麼 台商 所以目前我們新南向政策都專注在台商所需要的經貿或者技術人力上 那因而這樣的關係我們去分析一下 什麼樣的人才 需要什麼樣的語言 需要什麼樣的年齡的學生 需要什麼樣的教育訓練 我這個表給教育部參考 也請院長參考一下 目前我們新南向政策當中 到底有沒有完整的思考 我們不只是要幫台商訓練人才 我們也要吸引未來台灣在人口成長趨緩的情況之下 我們人口結構當中不足的技術人力 甚至要用台灣的產業 教育產業來培育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在其他國家走過來時路 菲律賓 越南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這些新南向的國家當中 他們都比我們年輕 他們可能他們國家的建設 他們的人口 需要可能台灣非常有優勢的質量俱佳的教育 包括醫療 這些等等都是台灣的強項 但是我們看到一個情況 院長跟部長 這個可能部長比較清楚 你知道目前在台灣 我們目前移民署查處 外來人口違法拘留或停留的人數大概有多少嗎 我知道還蠻大比例的 好幾十萬 那這些所謂的人口當中 最大的類別是什麼 是觀光 還是留學 還是什麼 那當然主要是工作 是工作 就是我們所說的 行方不明 行蹤不明的外勞 我再請教一個 那這些違法拘留 停留的這些外來人口當中 國級別最大的國家是哪一個 總數字多少知不知道 主要是越南 主要是越南 第二個是印尼 好 那麼我們這邊在台灣違法拘留停留的外國人當中 主要的工作類型是行蹤不明的外勞 國別當中 越南跟印尼的確也是外勞引進的最多國家 但是您知道嗎 目前在台灣 媽媽是外國人 就是外配所生的 俄國新住民子女 在台灣的中小學生當中 總數有多少你知道嗎 你們不會知道 因為是教育部管 你知道嗎 超幾十萬 二十萬 對 二十萬人當中 越南媽媽生的孩子 佔了多少呢 相當高的比例 對 佔了八萬五 百四成 現在情況是這樣子了 台灣這些國內的違法拘留的外國人當中 越南比例最高 台灣的外配當中 越南比例最高 我們的新台灣之子在國中小就讀的 越南的媽媽生的也最高 現在我們鼓勵新南向政策 教育部希望利用這些新台灣之子 運用他們母國的語言 讓他們成為台商在新南向政策當中的經貿人才 同時也希望說從越南引進 來學習華語的越南的學生 讓他成為我們國家或者台商所需要的人才 但是當越南的學生要來台灣留學 他的簽證的時候呢 我們移民署告訴他說 欸 這個越南在台灣很多違法拘留的 所以你們移民署告訴外交部什麼 可不可以請部長告訴我一下 我想對於境外 境外確實是會有一些面談 來確保說 不管是基於婚姻移民或者是各方面都能夠健全 簡單講 外交部領務局曾經詢問過 你們的移民署告訴外交部領務局什麼 就是越南的部分採取八個字 從嚴審查族一面談 從嚴審查族一面談 看起來沒有錯 因為院長你這樣聽聽看也沒有錯 但是造成的結果是什麼 從嚴審查族一面談 連那些拿到台灣大學或華語班 入學許可的越南學生 他也要來從嚴審查族一面談 造成我們新南向政策在人才別的困擾 院長你覺得該怎麼辦 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可以再來去內政部就這個部分來 再來做一些檢討或者來看看是不是可以有比較合理的做法 委員我是不是來說明一下 針對這樣執行上的力道跟執行上的方法上 確實是需要再進一步的律定跟檢討 那我跟李部長也有在討論這一個問題 那確實在 你只有跟李部長 你沒有跟潘部長教育部長談 也沒有跟勞動部的郭部長談 看哪一個議題啦 單純只是面談這個部分 其實問題不是在面談 請教院長 我們國家有沒有人口政策 有人口政策 哪個部門負責人口政策 國發會應該會 好 我告訴你 過去我們的人口政策是內政部負責 內政部的人口政策委員會在民國五十年到五十九年到九十三年 到一百零一年的頭改為由行政院設了一個人口政策匯報 但是呢在一百零四年去年的時候 行政院這個人口政策匯報提升為人口及人才政策 院長政府施政有其連貫性 就你來看 人口政策匯報變成人口及人才政策 匯報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我們國家的人口政策要從人才的吸引來考量 如果我們要吸引人才來充實我們的人口 下位的政策是什麼 就是移民政策 我們移民政策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內政部主管的國計法 請告訴我 葉部長 台灣目前的國計法對人才 外國的人才來台灣 對於我們吸引我們需要的人口 親善嗎 友善嗎 有一個最重要的制度性的障礙 也是我們最需要要形成共識的 就是我們對於要能夠規劃取得我們國級的外國人 我們要求大家都要放棄他原來的國級 是的 那當然這個制度也不是說沒有道理 其實很多國家也是這樣 是的 但是對於虛人才恐擊的台灣 杜魯東委員所提到的 那麼需要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才 那我們是不是針對問題 這一個問題還要有一些思考 那我想它可以當成是一個議題 不過還是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以國級法的修改 已經做了部分的突破了 我們現在對於比較專業 對我們有貢獻的 這個範圍很廣不是只有科技 我有看到 我們已經有例外了 但是我先問一下 我們都趕快通過 院長 你知道王貞智先生有什麼國級嗎 我們非常有名的旅日棒球名將王貞智 他是有日本級 應該有日本級 他有沒有台灣的國級 有 他到目前為止 好像還沒有放棄中華民國國級 可是他因為在日本出生 父親是中國人 母親是日本人 他取得 出生當下就取得日本國級 日本是單一國級國家 但是他沒有放棄台灣國級 聯訪是怎麼樣的取得日本國級的 他應該是移民是不是 日本是單一國級 所以他必須放棄台灣的國級 他才能讓他取得日本的國級 完全的合法 他現在參選首相 他那天宣布他就放棄了 OK 那我們看一下 日本應該是有雙重國級了 日本是單一國級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業保 我們鄰近國家 新加坡不是雙重國級 但是新加坡的主城 跟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所以移民佔人口將近一半 日本他沒有同意雙重國級 移民過來就必須放棄原國國級 他移民只有1.7% 美國是容許雙重國級 所以美國在接納移民的時候 不要求他 他規劃為他美國國級 他不需要放棄本國國級 所以他的移民人口占國家是4.5% 韓國很特別 韓國在2010年之前 他的移民人口只占1.1% 但是在2010年開始之後 他把他的國級法修改為 你要規劃為韓國國級 不需要放棄原國的國級的時候 他的移民人口馬上增加一倍 院長 韓國跟台灣一樣 都跟日本會走日本同樣的路 人口老化 人口結構不足 身不如死 韓國已經開始了 我們要想一想 台灣是不是要急起直追 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目前的政策當中 我們對於國級的取得 還卡在這裡 我們看到了那麼多的新台灣之子 母親來自東南亞 這些國家有的成人單一國級 有的是雙重國級 但是當他們的母親 要規劃為本國國級的時候 他們說他的越南護照要剪掉 印尼護照要剪掉 馬來西亞的護照要剪掉 他的孩子自然而然的沒有辦法取得 他原來母國的國級 試問一下 這些新台灣之子 如果在台灣的這些新台灣之子 就讀於國中小學的這20萬個新台灣之子 他如果說不只擁有他原來母親母國的語言能力 還擁有對方國的國級的時候 這對於台灣在新南向政策的人才跟人口交流上 有沒有幫助 我想這個應該是有幫助才對 不過這個部分還需要再來評估一下 是不是我們要檢討這個制度好不好 好 那所以我最後就有兩個請求了 我覺得目前行政院 雖然有一個人口及人才政策的政策匯報 但是它開會的頻率很低 通常這種政策匯報不會常開 半年三個月開一次 季報或半年報 但是需要的是一個工作層級的工作聯繫匯報 作為工作平台來整合 包括內政部 外交部 經濟部 勞動部跟教育部 他們在我們國家執行人口政策 執行移民政策的時候 尚未的政策下來了 底下的工作平台就要去修改相關的規定 院長 是不是要成立這樣一個工作聯繫匯報 這個部分我來了解一下目前的運作方式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那個 您知不知道這個會報多久開一次會 因為我的了解是最近我們 誰主持 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院長或副院長這個部分 主副院長主持 幕僚單位 副造級人是誰 我應該是 副造級人是國發會的陳政委 好 我這裡之後呢 第二個 我要拜託院長 澤成 部長 重新引新南向的思維來檢視 我們國家的人口政策跟移民政策 好好的將國際法 趕快的配合做必要的修訂 好不好 我們雖然現在不是人口政策整個的主管機關了 但是我們在院的配合之下 我們現在也律定了相當多的政策 那配合整個人口跟人才的這樣一個方案 其實那個 報導 請 好 謝謝中委員 謝謝林院長 下一位我們請莊委員瑞雄 質詢審檔時間15分鐘 院長 我請我們林全院長 請林院長 莊委員好 院長好 我想再來接續一下 前幾個委員的一個質詢 院長 其實我會覺得 你上台當行政院長以後 幾乎從520以後 讓本席有一個感覺 都是在做一些災禍重建的工作 你說520到現在10月100多天裡面 有那麼多過去所遺留下來的事情 要去解決 我發現你非常的辛苦 外面的環境 其實是很嚴酷的一個考驗 那當然 政壇裡面 什麼不多 就八卦跟謠言特別多 所以我看你一連串被這樣一些質詢 就打起來 來我看你好像是也很辛苦 不過在這邊本席要跟你期許啦 接了這個位置以後 哪怕國事如麻 要解決的事情那麼多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你能做 帶著鋼灰啊 硬幹了啦 就只能做出成績啦 什麼周刊給你報道 那年代要換人啊 你要給我驚死喔 我跟院長來特別指出來 政績其實就是王道 過去的政府很多事情 沒有做好的 新的政府上台以後 這就是人民的一個期許啊 所以一直做下去就對了啦 外面這一些傳聞喔 第一個有可能是 每一個人在政治上要追逐更高的一個位置 人之常情啊 本黨的立委也很多 有的都很辛苦啊 你如果不把自己的立場給堅定的話 你說到年底那開什麼玩笑 那隔回幻啊 很多人搞不忙著要去補選喔 我們在高雄的立委大家給忙死了 所以院長啊 你在這裡說我比較不容易啊 有信心做得起來賣 想救不然你也做事實了 對不對 比較有欺騙的 跟莊委員特別說明一下 第一個嘴巴長在人家身上 他要怎麼講 我們也不能控制啦 但是呢 我想外面這些東西 其實只要是跟公共政策無關的 對我來說都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那我們一定是盡量把 剛剛您所提到的 就是有關的 從520以來我們盡量嘗試去解決問題 當然我們也知道問題是面向非常的多 有時候有些問題其實也非常的複雜 但是我想過於四個月之內 我們也陸陸續續再解決很多問題 我們也預期未來還有很多問題可以去解決 這個部分呢 我都會希望在我的 這個所規劃的這個時間表裡面 都能夠順利的把它完成 所以外界這些留言 或者這些沒有必要的這種人事上猜測 對我來說一笑自知沒有什麼了不起 所以說心頭療癲 我們這一些執政黨的國會議員 只要你做得好 我們都是你最堅強的一個後盾 但是呢有很多 是過去沒有辦法解決的 也很多 你往後如何去做一個支援更好的一個規劃 本期這在這裡啊 特別要為我們屏東線來報區了 每一年啊 颱風那麼多 經過屏東就會造成很多的傷害 我們也特別感謝林全院長到屏東去災區的一個巡視 甚至於也震怒 讓台電啊 整個復電的一個工程啊 讓它加速 可是呢 從這幾天我們財政部所公佈的 按照財政收支劃分法的一個規定啊 統籌分配稅款的 屏東明年要減三千五百萬 這個本期就覺得 對這樣的一個資源本來就比較缺乏的一個縣 再減三千五百萬 你這叫屏東政府買對重金啊 我跟你說 三千五百萬 不是四條 對一個天災已經變成一個常態性的一個縣市 這個我認為要重新再做一個思考 這個部分謝謝莊委員的指教 我在這邊是不是給我一個機會來做一個特別做個說明啊 就第一個就是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因為它過去的分配呢 是有一個基本的公司在那邊啊 但是呢 我們對地方政府的幫助呢 其實不只是有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還有一般補助款和專案補助款 所以我看到報紙的這個報道之後呢 我特別有請這個主機處把這個相關的資料拿來給我看 那麼主機處也跟我講說 其實呢 在統籌分配稅款加補助款的部分呢 加一般補助款部分呢 其實平衡部分的收入整個的收入比上個年度來比 不但沒有檢查 可是院長這個你是專家我知道啊 可是問題用途不同啊 我現在談的是當天災已經是一種常態性 那你本來是我的救命錢 那你現在把我給砍了 不是不是補助款它也是按照公司給地方一般財政的需要 所以那一般補助款啊是給下去之後呢 基本上說呢是由地方政府呢 它可以在既定項目裡面去做分配 這部分呢加起來之後呢 它其實它比以前是多了一億四千萬 那我大膽跟院長你建議 我可以把相關資料提供給專委來參考 我大膽跟院長建議啊 其實舊版的公司大家也都知道說 對弱勢的一個縣市啊 它是比較不公平的 那是不是啊針對農業縣尤其是屏東縣 你說台灣每一年夏天或者秋天 差不多都紅苔嘛 你若你若又多做幾年了 每一年颱風我幾乎屏東都會看到你啦 那很現實啊 那個地理環境就是如此啊 你說從我那個新原東港一路就台灣海峽到恒春 巴士海峽到滿洲那個太平洋 颱風一來幾乎都是從這個地方來啊 都變成一種造成常態性的一個災害啊 所以本席的一個建議啊 如果說屏東已經變成因為地理位置 就變成常態性的一個災害來 就造成那麼大的一個龍筍 每一年平均就是六千多萬的一個龍筍啊 那是不是行政院應該針對農業縣的一個部分 舊版的公司既然不合理 那你給它加全 你像譬如說龍林漁木的產值的一個指標 你這個不能做一個加全的話 如果是合理的 那變成對縣市來講的話 多一點的一個經費 不要就夠是災害來了 那你們大家都出順 我來表達我的愛名 好啦 給啦 這個好像 在制度上讓它公平合理 我這樣的建議 不曉得 院長你的看法 我想您的動機和用意 其實我們都很認同 不過這裡面就是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還是要跟你說一個說明 就是統籌分配稅款 因為它是指定一定的稅收 從這個稅收拿來做一個公司分配 只要這個稅收總額不變 那這個公司分配結果呢 如果去做個調整的話呢 一定是有人增加有人減少 它就變成一個政治上的衝突 因此呢 歷連來修改統籌分配稅款都非常困難 那我們也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用一般補足款 來去幫它 幫各縣市呢 特別是比較財政狀況比較差的縣市呢 我們希望給它多一點補足 所以如果你看到我們的補助呢 按照公司計算一般補足款 其實對財政狀況比較低的縣市 是有比較大的幫助的 但是呢 即使這樣來做 我們也必須承認 因為過去的這種 一些過去早期的地方 自治的一些基礎下 確實是像一些都市化地區 比較高的地方 它所得到的統籌分配稅 是比較多的 即使用一般補足款 給予這種 做一個平衡 但是仍然是有差距的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當然也知道 就是要幾種短期和長期方法來做 短期的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還是有一些 這個救助的制度 或其他的幫助 包含像您剛剛所提到 如果風災陣有龍損的話呢 我們就會有 就農委會有編的預算 或最央政府 它的一二倍軍 都可以拿來去幫助地方政府 去解決這種特殊狀況發生 我懂院長期來看的話呢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 去檢討我們現在的這個 就是比如講說 直轄市跟非直轄市 在才華法上的 這種不均等的那種條件 收支條件我們希望做一個通盤減少 未來我們總是希望能夠讓 不管是直轄市和非直轄市 它的財政分配的基礎是一致的 那當然了 我相信這個 整個統籌分配稅款 你動不動就很多縣市首長 一定會找你開座堂會 一定會要錢 不如從這個整個制度上 既然新版的公司要出來 那麼多人也認為說 對弱勢的縣市不公平 何不重新再檢討一下 尤其對我們這一些農業縣市 真的是資源比較少的 你與其事後在那邊挪來挪去 你不如我們這裡最重的就是 農林 銀木這些 我們會把這些公司會納入考慮 不過我跟張宏妍特別報告 這問題是哪裡了 就是統籌分配稅 它這個金額如果總金額不變 我們再怎麼從分配 就是有增有減 一定有縣市會跳起來 所以我們能做什麼 就是中央政府多拿點錢來 到統籌分稅來 分配的時候讓大家每一個都指針不減 可是中央政府能夠拿的錢也是有限 因為我們現在中央財政狀況也不好 而且你拿進來之後 21縣市怎麼分配 你弄個公司出來 能夠分配出來 大家都增加不減少是非常困難的 這是我們每次在調 為什麼財政狀況 你看這麼十幾年來 沒有辦法能夠談得出來 就是因為有這些技術上的困難 那麼它都是建立在過去的 我們那個制度 就是一個地方政府財政地位 不平等的狀況下 你說我如果說到財政狀況 就讓它專業上升 在侃侃而談 你看專業就跑出來了 但是我要的是結果 結果再改善 拜託 農林 銀木 確實我們那個比較弱勢的地方 就是一定要你 沒有給它特別的 你原來的就是不公平嘛 那現在調整的時候 考慮均去啦 好不好 好的 我想我們會在補助款 或者從頭分射稅裡面 去做一個適當考量 另外啊 本席為什麼一開始講說 你這是一個災後重建的一個內閣 太多的事情 過去沒有辦法解決 新政府上來以後 你就必須要去解決它 本席現在要談一個 看起來好像被我談爛了 我實在不是沒東西人家說的 我只有一堆議題要跟你問 但是我認為老百姓的問題 沒有解決還是不行 我請我們內政部部長 這個部長 你就考慮一下 我要再說我的梅花路 我這個梅花路不說不行 我這個不說我的那個 讓我們的蘇院長去打牌 我也好 我讓你看一張圖 那你來看 那個 伊町你去的蘭州嗎 滿洲 你還沒去過嗎 部長你還沒去過 有去過 那叫做台灣小瑞士 那叫做國家野生動物園 國家公園 變野生動物園去了 其實這些野生動物 對當地造成很大很大的一個困擾 我的選區滿洲鄉 它位於太平洋邊 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列館 農林 漁木都受制於 整個國家公園法跟動物保護法 我在內政委員會 我相信部長也很清楚 這個從過去的政府到現在 當地 台灣彌虹 還有梅花路 我以前還說梅花路而已 這樣的一個肆虐造成地方很大很大的一個傷害 鄉長啊 代表會主席啊 代表啊 船長啊 都帶人去跟蘇院長稱情 那院長的人要主持啊 現在我沒來講不行了 什麼來解決 這隻什麼呢 台灣彌虹 墾丁大街你看齊天大勝在那玩土地 台灣彌虹 我說你看地區長 這隻梅花路 滿山滿谷 趴趴趴走 樓仔你看看 他也跟人在爭道 那你說人要跟動物和平 僵主要友善 部長我沒話講 這是問題 你看看 這火龍果 你有沒有看到嗎 昨天處長他一講 我說處長你為什麼到現在還不賠 他說要怎麼賠 他說什麼事 咱在梅花路處理 一白人吃夭夭 要怎麼 八百萬不見了 黑頭啊 黑肚 我都說 我認為我們一定要想出一套辦法來 過去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只能講說 我們人富裕 你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他何故啊 我只靠這兒在吃飯 靠這兒在吃青年 要怎麼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院長搞不好有一天你有興趣 去當農夫都不一定啊 你家有一塊農地 強盜進來要搶你家的農地 破壞你家的農作物 你都還可以正當防衛咧 你那個還拿石頭丟他咧 你那個還拿棍子打他咧 梅花路進來都不行 野生動物保護啊 你能動你都不能動 你一動他 環保團體也來了 你政府說他束手無策 本席要一個答案 具體的時間 我跟委員說明了 第一個就是 這一方面當然是富裕的成功 不過對民眾造成這些災害的損害也要重視 所以該有的勘察 該有的我們來協調農委會來處理 那看看用什麼方式 有沒有什麼補償的方式 但除了補償以外 還要對於整個現在也這個富裕成功之後 對於譬如說捷獄 譬如說圍欄 這些措施也要繼續進一步的去強化 沒錯 那都走就應該做 所以兩個方向去做 不過委員提醒 梅花路以前在台灣到處都是 但是後來頻頻絕種 那我們能夠富裕成功 我們先用積極的角度看待它 但是再把它可能造成的問題 我們一個一個來解決 謝謝委員的提醒 我可以認同你這句講法 但問題當梅花路政府的政策把它複製成功 造成當地老百姓的特別犧牲 國護賽 這不對 對 所以我們要從 本席認為這不對 我們要從這個角度 要從這個角度去處理 時間 我全部規定 你要給我 你就從舊政府研議到這個時候 大家都說為王 民眾要的不是你這些措施 民眾要的是 我擠開牆下去 你把我吃掉了 背我 這樣而已 合理嘛 部長剩十六年 我一定剩十六年 你跟他做一個才事啊 那個 跟莊委員特別說明一下 我想就這個個案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請內政部和倫委會 研議之後給你兩個 請高位 兩個 請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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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莊委員 謝謝林院長 那個沒話錄製是很嚴重 非常非常嚴重 好 報恩會 上午質詢 到此為止 下午二時三十分 繼續開會 進行立法委員 個人質詢 內政組之質詢 請現在休息 休息 休息 下午 Ç qué Judith 留位 稍後 要お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